美国于上周五公布今年1月份个人核心消费开支价格 别是按年上升4.7% 较上年12月的4.6%高 反映美国通胀有再次升温的危机 由于金融市场没有预计美国通胀出现反弹 美股,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 即时面对颇大的回吐压力 究竟美国通胀升势加快会否令联储局加大加息力度 答案将会在下次以息找到 然而,当大家看见美国十年期债息逐步回升至接近四泥水平时 联储局决定采取更强硬态度来控制通胀是一个合理推测 但一旦联储局出重手力压通胀 全球股市肯定会付出沉重代价 现时金融市场民息息变 原因是通胀具有相当黏性 一旦回升 其持续性不是一两个月内便会完结 因此投资者才会特别留心通胀走势 已准备随时修改投资策略 由于预期美息上升幅度加大 银行板块便变成为直接受惠者 因为在息差扩阔的情况下 银行盈利肯定水涨船高 所以近两天银行股走势 另一个地位选择适合理 适合签略 一种 entren们 生命的利局 雇佩的利局 从来 林立一 赶快去 林立一 赶快去 林立一 你赶快去